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谈一个小型政变 只是政党内的政变 话说田北俊 自由党的荣誉主席 找了另外三个前任主席 发了一个公开声明 要求现在的自由党的主席 就是张二仁 辞去行政会 当然这件事令我震惊的地方 因为自由党已经是双头领导 一个是中国斌 中国斌是党魁 中国斌党魁 张二仁是主席 你是出声都是由中国斌出声 你现在就是一个太上皇 就跟这个 张二仁说 你现在就是累死我们自由党 就是他说的 没有实质权力的太上皇 是的 他的理由就是 因为自由党 太早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说是要支持这个 就是逃犯条例 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么早做的 然后当然看到有些内幕就说 其实中国斌和邵家辉 都没有想着要发这个声明 但是张二仁因为基于 他的行政会议盛业 就觉得你要支持这个政府 就帮他们 沽在一起 就可以出了这个声明 这个已经是一个震撼弹了 因为我们经常都会说 其实我不怕说我不怕得罪人 就是自从一个中国斌之乱 就是当中国斌坐正当主席 架空了田北俊之后 田北俊一路都已经是 变成一个figure head 玩了Facebook 他完全自由党的路线 跟他们相交 是真正的自由 现在你竟然是重新抄干净 这个就是一个离人震惊的地方 第二当然 他就再加多一句 他说不单止张二仁 其实叶柳和汤家驊 这些人应该要 其实都不止说过一次 其实六月中已经说过一次 然后再说多一次 他说这些人应该要为上 这个逃犯条例收定的失误付出 付上责任 所以就要应该辞职 搞到叶柳就很生气 开了个记者会反击他 但是今天主要集中焦点 就是说田北俊之联 那你们怎样看这件事 自由党有很多朋友 我不是什么派系 因为全部都是那些抵押 真是很麻烦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样说 他说张宇人是任何朋友 但是问题就是 我想这样说 我走到一边说 就是说田北俊这个人 就是今天的田北俊 其实就有原来的一些是 男帝 还有另外一些是雄帝 其实就是男帝和雄帝 大家一起合在一起的 所以就比较是亲共 这个当然了 田北俊就是一个男帝 但是田北俊这个人 其实他的政治 我全部都不同意 我见过几次 我全部都不同意 但是问题就是 他是 我很崇尚的一个贵族政治 就是说以前一个有钱仔 完全不用拖个富二代 就算他错话所有都好 然后就去做政治 就是以前的议会政治 甚至现在英国一部分的议会政治 都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其实他真的是 至少他是真心交 他真心相信他是赢 他都不是为了一些利益的立场 他可以出卖 不是出卖他阶级 不是出卖他阶级 就是他可以就他心目中所发 所发言 而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议员那样 喂大哥 原来他就是贪贪 就是你经常说贪贪了几倍的工资 贪贪了几倍的工资 然后建制派的那些 可能还会贪贪 可能贪贪 可能贪贪多几个上市公司董事 菲汁董等那些 就是反映了你 当份工打 反映了你四五十岁人 外面找不到十几十多万人 唯有就回到立法会议员 以前的时候在讲一百年前的议会政治 议会大家全部都是贵族 但是那些都是贵族死角 有人听过 贵族死角的意思就是说 奴隶偷生 贵族是当那个国家灭亡的时候 他是为国家而死的 因为他跟各国家 田北俊这些人 他跟香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他们没有了香港就没有了他 这个是他做到了贵族死角 这个是很尊重的 虽然我跟他的立法完全不同 我都觉得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 所以我说他挺英俊的 我自己最主要的说的地方就是 他已经远离了政坛了 为什么现在可以踩回了政坛呢 好痕 好痕 这个是绝对的 他不是很想远离的政坛 但是他真的好痕 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的就是因为当年23条他倒戈 于是这个政府就引入一些红色力量去这个 不是当时已经拆了一堆人走 就变成了金民团 但是都还没够 就是觉得一定要将这个自由党收复 于是就派了一些 就是我们说 红底的代表加入成为党员 然后就发动这个小型政变 就将它架空了 其实这么说 今天香港有今时今日这个状况 就是因为当年2003年的时候田北俊倒戈 如果不是 绝对不是 因为如果现在23条过了的时候都拘捕了 那些人 就是大家很多事情不敢这样做 所以其实田北俊就是扭转了整个香港局面 但他已经犧牲了自己的了 我们全世界都知道 应该会知道他不应该踩回来 他现在踩回来 我自己觉得是否有些正义上的 但他踩回来都是把口说的 我认为他真的太狠 他实际上 你有一个英国这么有钱的人 他还有什么做一套暴宣 就是是狠的 只要你有少少关系 有少少是能够给他机会 他做到事 他都会做的 即是如果你呢 可能你现在 你去 叫你 我做一个政党 我没有什么 他都可能立刻 付出几十万给你 去做一个政党 实际上他03年好 到今天好 尤其是今次好 他觉得自己没有买错变 他觉得现在的社会这么反弹 政府好像处理得这么差的时候 他说他每次都买对 是的 他都自己买对 才不算不到 就是因为他买对所以才算不到 因为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 但是他买对的时候 因为他买对的时候03年之前那个 他建制他是大胜的 他在大部区大胜的 他曾经试过是赢过的 所以我都佩服他 至少田北俊作为一个建制派议员 他够胆出来打 他接着就是大输 大输的意思就是他推了李梓敬排第一 我都不要说李梓敬赢还是输 但是李梓敬 又是我才敢说 他背叛斯门 他现在就买错了 他的头码现在就已经变了是红色路线那边了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 究竟田北俊踩一只脚进来 他找不到灵童 他会有新的灵童呢 田北俊要一个灵童 他需要一个灵童 他灵童跟他一样是贵族 你知见何德何能 好像学田北俊那样 走回田北俊的路 他没有这样的资历 钱都不够了 他需要别人的支持才出来 那个人必定要跟田北俊在一起 是相信贵族才能做到田北俊的灵童 不可以无端在街内 拔一件不够班的人来做 这个是田北俊的悲哀 他找不到一个有钱仔 好像他那样有一个水平 他找到一个有钱仔 但又要好像他那样聪明 两样东西加密 找一个有钱者 就不难的 要找一个聪明的有钱仔 而又肯跟他的路线走 就很难了 是的 我想这个才是重要的 好 这次就到这里